因为它不只是这个身体 出现在这个物质世界 它是当它一出生的时候 它整个这个灵魂就插队了 就好比说它是一个洪流 大家有没有 大家给我想象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怎么给大家说呢 如果有人见过朝拜的图 就是在那个 穆斯林在那个中东朝拜 它有个人流图 就是中间有个房子 然后旁边围着几万人 有内迁 外圈 密密麻麻的那个人 就是它一个巨大的广场 有上万人在围在里面转圈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 朝同一个方向走 有一个人摔倒了 可能整个这个队伍就会这样 它是有流的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你是插队进来 你要找到你的位置进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 它整个幻象是个程序 这个就好比 如果这个大家没有见过朝拜那个图 我再举个例子 大家想象一下 那个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 电视上 动物世界上 那个大草原上 就是成千上万头 留在奔腾的场面 叫万流奔腾 有没有见过 每一头流都是惯性很大 力量很大 它都在高速的奔腾 这个时候呢 你要插队进去 你要插队进去 你不是随便插的 你得有那个位置 但我指的这个不是肉身插队 大家 我指的是意识流 因为当你的意识流 接轨人类集体意识的时候 你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那么跟你相应的缘分 这些东西都接散了 当然这个是从幻象角度来说 从这个二元角度来说 所以啊 我们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经在 我们已经是这个程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说 很多我们看上去 好像是后天 是天生的一些东西 它其实还是一种选择 包括跟肉身感受的选择 它是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是我们选的 只是我们一万 因为在这种选择中 它也会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我们认为 我是这个身体啊 选的身体 身体怎么的 我就会痛啊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病 它叫做无痛症 这个大家可以查 以前我是在那个 一个老外他告诉过我 他认识一个小女孩 就是这种病 她是什么 她在投胎的时候 出了个小问题 其实也是她灵魂的选择 她选择性的屏蔽的身体的疼痛感受 所以她父母就很 就得处处看着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没有这个感受 如果比如说她玩火 可以把它烧坏了 她也不会痛 她选择这个东西呢 医学上她也不好解释 但医学上会有一些 牵强附会的解释 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其实就是对身体没有感觉 她认为 她的觉知认为身体 跟万物是一样的 好 那么说到这个意义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刚才是想说 是想借着这个意义 把这个金钱感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我不是在这个地方 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因为一切的没意义 所以我要放下一切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当你想放下一切 来证明一切没有意义的时候 你就已经诱惑于 它的另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叫 没有意义的意义 大家听得懂吗 就错了 极其课程只是让你看到 你眼前所有的意义 不是客观存在的意义 只是你赋予的意义 那么我们来 我们为什么要讲 我要讲一下金钱呢 因为金钱它很特殊 大家看 人和人是不同的 因为地球上找不到 任何两个人的自我定义 是相同的 所以地球上找不出 任何两个人 他眼中的同一个东西 是相同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国外 每年圣诞节送礼物 就是洋人一件 很头疼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揣摩 他送礼物的对象的那个人 是怎么自我定义的 因为他要知道 他的自我定义 就能知道他的喜好 就能送对礼物 不然的话 很可能花钱送了个东西 那个人拆开以后 一看与我无关 然后脸上没有足够的微笑 那送礼物的那个人 就会觉得很失望 那么中国人这个问题呢 就处理的比老外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送红包啊 我们过大节 过节送红包啊 对不对 我们送微信红包 或者是实体红包 你看这个就告诉什么了 这个就变成了 这个金钱 它就是一种意义 就是自我意义的一个共性展现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爱好 但人人都爱钱 人人都爱钱 对吧 因为钱不管你爱什么 我拿钱来统一 所以发明钱的这个人啊 这个家伙啊 这种思维方式啊 那简直是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 因为有了钱 人类终于第一次 有了货币 人类第一次可以把物欲集中起来了 所以这个欲界 欲界就是特别在地球上 这个欲界 人对这个欲界欲望的向往的表达 已经用钱很结合了 不管你爱什么 这个人说不对啊 人不是还有财色名利 有各种爱吗 都可以用钱 特别更有趣的是什么 这个世界越一体 各个国家之间这种贸易越打开 交通越发达 这个钱的作用就越凸显出来 知道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什么都能买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了另一种东西 叫做交易平台 比如说淘宝 淘宝 淘宝的出现呢 更不得了 为什么 为什么淘宝出现不得了 因为所有我要的东西 所有不管你要什么 我把它集中在一起的 而且你用一种东西跟它交换 就是钱 就是钱 因为淘宝是个网络产品 所以现在钱呢 就变成了电子钱 就现在已经 我最近一两年回国啊 我基本上沾不到钞票 我基本上拿个手机 出门去玩小锅米线 我记得我前年回国 把我吓一跳 我看到路边 有个北京煎饼卖 我正想买一下 糟糕 身上没赚钱 然后那个老大妈跟我说 刷微信吧 我当场就懵了 那个是两年前 因为我没想到 中国发展那么快 那个大妈就把手啊 擦擦手上的油 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手机 打出一个码 扫一扫 我当场就知道了 连这个大妈都可以 这个卖煎饼大妈都能扫码 那全天下都能扫码了 果不出所料 等我下一年回国的时候 已经是全国扫码了 连这个骑自行车都扫码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谈谈这个钱了 好 大家注意啊 我要给大家谈的这个钱 这个角度 不是让大家说 不是让我们 从喜欢钱到不喜欢钱 绝对不是 什么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词 叫做财务自由 也叫金钱自由 什么叫财务自由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给大家一个灵性定义啊 我先说一个世俗定义 世俗定义 财务自由就是一个标准 就是有多少钱了 我才觉得在金钱 在物质这方面 我不会有恐惧感 那么前几天还跟一个道友聊天 他说他有一个闺蜜啊 最近因为各种投资的成功吧 很快要财务自由了 他财务自由呢 他就要辞职 不上班了 我就说 怎么是财务自由 他就说 他的财务自由就是 手头上有三千万人民币 说快了 然后我听完这句话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要是他那个闺蜜啊 我管他什么三千万 我现在两千万 两千七百万 两千八百万 我不用到那个点了 因为他在投资嘛 我会立刻把我所有的投资 变成现金 不再投资了 因为我已经自由了 我干嘛还要再更自由呢 我在里面再多一点的话 也许这个钱赔掉怎么办呢 也许今天还在一夜富有 如果他的钱还在投资中 明天可能一下就落千丈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 为什么他认为三千万 他才能辞职 那这个财务自由 他的标准是三千万 我相信听到录音的 在座的 还有听到录音的 一定有人认为 我只要他十分之一 我就财务自由了 我三百万 我就财务自由了 对吧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他这个东西啊 他是一种 他完全是一种比较出来的 当然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一层一层 我们来剥离这个金钱的恐惧 其实金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灵性定义 真正的财务自由 就是在金钱上 你没有恐惧了 这个叫财务自由 这个叫真正的财务自由 听懂吧 就是说你的人间生活 你已经达到一种因果修正 你知道了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你只有在真正产生 会见的时候 你才能达到财务自由 因为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一场梦 而且你知道这世界背后的运作原则是心灵 你知道了你不是这个身体 在这个点上你才能达到财务自由 那个点上呢 金钱就真的变成了钱多多花 钱少少花 但是在那个点上 你很多需求 你会有另一种目光去看 好 大家不着急 我带大家一层一层的破 第一 我们来破两个概念 就是我想要跟我需要 就是英文叫做Want vs Need Want vs Need 就是想要和需要 那么这个世界人为什么需要的钱越来越多 你看就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不用说古代 就在我的记忆中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曾经是一个没有什么Want 只有Lead的时候 只有需求的时候 就在不久前 人们还说 我们的口号还是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句口号 就是说 这个苏联有一个总书记叫和鲁晓夫 那么他当时呢 发誓要给苏联人民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就是要让每一个苏联人民都能在家里面吃上土豆烧牛肉 那个时候啊 苏联人民听到土豆烧牛肉这个概念 就跟现在林修圈听到大家去天国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在他们的信仰中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各种改革一切 就是为了过上共产主义 家家能吃上土豆烧牛肉 现在没有谁会认为自己吃了一顿这个土豆烧牛肉 自己就财务自由 自己就已经是自由的 没有 也就是就在不久前 我们还在一个认为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衣食无忧啊 这个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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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明白吗 大家知道这个词在地球上 人们用它形容自由多少年吗 物质自由多少年吗 就这个词 衣食无忧这个词 大家知道吗 我们用了几千年啊 这个词啊 大家仔细想一下 一个在几千年我们都用衣食无忧作为物质自由的标准 而在我们有生之年 但这个词也许在座的80后90后不太熟悉 70后60后50后一定知道 这个词曾经就是我们的目标 现在out了 现在90后的小孩 淡淡后出生的小孩 他不懂什么叫衣食无忧 他尤其听过这个词 但他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 衣食无忧都不是穿名牌 吃好吃擦 是饿了就能吃 天在了你衣服也够 是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吗 好 那么当然了 人们会说 人要有追求啊 你不能只是衣食无忧啊 这个就是幻象世界的规律 因为幻象世界的规律就是 小五永远让你向前看 钱是前面的钱 向前看 永远让你向前看 因为小五知道一点 这幻象世界任何条件达到 心灵都是匮乏的 因为心灵它就是 心灵的匮乏是因为 我们活在因果颠倒中 是因为这个它匮乏 小五不愿意让我们看到 这个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它永远就得制造 向前看的这种规律 比如说这个电子游戏 大家知道 我以前喜欢玩一个叫做 暗黑破坏神3的电子游戏 暴雪公司做的 这个游戏呢 它很坑爹怎么坑呢 就是让你不断升级 但是我也愿意 那个时候就是让你不断 它就是搞一个量变 也就是说 这个游戏的意义就是轮回 就是你打升级 你级别越高 攻击反应力越强 然后呢 剪刀的装备更好 攻击反应力越强 然后你可以打更厉害的怪物 因为你级别越高 怪物越来越厉害 因为怪物更厉害 你的经验值更多 因为经验值更高 你级别更高 然后就可以打更厉害的怪物 它就要把这个游戏设计的五指径 这个游戏最初的设计叫做 叫做三个层次 就是暗黑破坏神3 叫做普通版 噩梦版 地狱版 就是难度叫做初级 中级 高级 但这个游戏玩完了 它还要人玩 大家已经把最高级打完了 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升级吧 一开始上线99级 后来不设了 上线可以是 可以不设上线了 现在这个游戏 我是升到了 我快到1000级了 但是我好不久 好久没玩 登陆服务器一看 已经有3000级的人了 2000级3000级的人 我1000级已经out了 这是永无休止的 这样 你这样才能接着玩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的难度呢 初级中级高级不够了 它现在到什么难度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到了 它设的一个难度关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100级 难度到了100级 原来是三级 现在到了100级 而且还有晚上打 然后暴雪自成 我们的上线是250级 但我相信有人到250级 他又要晚上加了 这个就是一个数字游戏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 物质游戏都是这样的 物质游戏 物质游戏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 你想要什么和你需要什么 好 我们来说需要 需要什么 你首先你要确定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没有人生目标 你回答不出你需要什么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在我有生之年 培养我的慧见 为什么要培养慧见 不培养慧见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天国啊 去天国不是你信你就去的 不是说你信耶稣走个后门就去了 大家知道吗 去天国是怎么去的 是靠你的慧见去的 也就是说 极客人已经明显告诉我们了 你必须在你日 你在有生之年 你的目光已经看到 人间就是天国 至少是天国的reflection 天国的道义 也就是说 你已经在你有生之年里 你已经可以把自己训练到 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是美梦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你身体一放下就会去 为什么呢 因为天国跟人间不是两个世界 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慧见就是你必须培养出一套 能够完全不依赖以小我给你的这套 支箭系统和肉身系统 也就是这六根的系统 的另一套系统 能够洞见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才能说你在灵修 大家知道吗 灵修不是玩一辈子的概念 你初期学习头两年 玩概念都可以 但最后你必须产生慧见 必须要有的 当然现在我们有慧见的人还非常少 但不着急 我们在这条路上 个别几个道友在跟我的交流中 我已经发现他们都产生慧见 只是初级 但是已经有一点点了 至少知道这个滋味了 还真的是有慧见的存在 因为这世界一切就用心看 就是我们用千百年的时间 训练我们的心 透过万件看世界 看到了现在这个样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 有生之年训练我们的心 用另一种工具看这个世界 就是圣灵目光 这个时候世界就 这个时候你会到两套世界 你会两个目光都会有 你的眼睛会告诉你 这是个杯子 你的心会告诉你 这是你的心 但这个不是概念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好 这个我们就说了 目标要统一 如果你人生还有多个目标 你的意义就是杂乱了 这个就是目标 那么在这个目标 统一了就好办了 那折回来看金钱就好办了 那金钱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不只是金钱 是这个世界上 一切东西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 这个大家应该同意吧 好 那么 钱有作用吗 当然有 有作用 比如钱能让我买机票回国 钱能让我买这个新出的书 钱能让我穿的书服 能让我 总之的一定是还有它的作用 它会服务我 让我生活更方便 交流更通畅 对不对 道友说 钱能参加小飞虫的工作坊 对 我们只要办工作坊 只要有活动就会产生钱 几个道友出去 就会坐下来喝顿茶 最后还有人要买单 对不对 好 这个叫做what you need 这个叫做你的需要 那大家知道啊 需要跟想要之间差距有多大 大家知道吗 不可思议的 你仔细想一想 我们基本上百分之八十的钱 是花在想要上 是花在想要上 百分之八十的钱 那么当然了 我不是说大家要过 节鱼缩食的生活 是什么意思 而是说 当你的想要 你把你的想要砍掉 只留下需要的话 你对金钱 金钱给你带来的恐惧和压力 瞬间就缩水了 瞬间 刷了一下就缩水了 刷了一下就缩了 那么我们再从最核心来说 第一 这个世界上 没人会饿死 没人 就是 你什么都不做 你也不会意识无疑 你也不会缺窗缺吃 但这个 就打 稍等我喝口水 好 那么其实这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适合财务自由的 一个最简单的 住在北上广的人 你都已经有房子 当然了 这个东西说白了 还是一个恐惧的作怪 北上广的人 你都有房子了 如果你的房子是没有贷款 已经是你的房子 比如还有一个道友跟我说 小飞虫 我没什么钱 我只是有两套房子 价值一千万的两套房子 但我真的没什么钱 在国外有一种 有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有一些人 他提前退休 比如说他本来要六十五岁退休 他五十岁退休了 他怎么退呢 他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他把房子卖了 租房子住 第二种 他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让银行 每年按照房子的折价 来付给他 发工资给他 发工资给他 到他走的那一天 如果房子还有20%的余额 当遗产给下一代人 如果没有余额 花完就算 但这个里面 我们要突破的是什么 是小我的一个恐惧 小我就是说 哎呀 我要走了 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留下来 怎么办 你本来也留不下来 就是说 可以明确地跟大家说 等你闭眼的那一刻 这个世界就是一场梦 你现在是在花梦中的钱 不管你 等于说你昨晚上做了一场梦里面 发财的梦 你赶快花吧 因为等你天亮就没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 思维上要转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说这个 不是让大家放下你的工作 不是让大家不做你的工作 不再赚钱 不再上班 不是因为我们的修行就是工作本身 知道吗 修行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修行 你做 只是说这个时候 当你不再为钱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灵性就显化出来了 当你为钱而做的时候 你不可能两者接雇 因为你的目标不统一 对吧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说一个 一个为了钱而开工作坊的灵性老师 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的内在有一个矛盾的信念 他的确有一部分信念是想造福众生 是想帮助更多的人 这部分信念肯定是有的 不然他不会做这一行 但他一旦把他的压力放在 招生不够 赔本怎么办 赚不到钱了怎么办 他一旦分心了 灵性就不存了 他很多东西就带不出来 所以你第一步说 我今天给大家讲了 什么叫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不是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取得多少 而是在你的这一个剧本中 你能做到不为钱而做事 这个时候钱就变成 钱就真正的变成了工具 而不再是制约你的 因为这个里面 你怎么知道你是财务自由不自由 你卡死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就够了 什么标准呢 看你的因果 看你的因果 当你为钱而做事的时候 是因果颠倒的 不管为多少钱 为一千万 为一百块钱 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颠倒的 因为你为钱而做事 你要再问一句 为什么要为钱 因为你内在一定有个恐惧 这个恐惧说 没钱 你就不是你了 没钱你的生活就不好了 没钱你就得不到你想得到的 没钱你的生存就受到威胁 那这个时候的你 一定是颠倒的你 一定是梦中的你 不可能是新的你 所以当你把自己放在新位的时候 钱才能变成工具 你把你自己放在果位的时候 钱就是什么 就是奴隶你的那位 就成了小我的工具 所以这个钱到底是 圣灵的工具 还是小我的工具 就看你这个因果的关系 是什么来决定 而且在这个时候 告诉大家一个好事情 但这个东西 我不会故意说 你越是这么想的时候 你越把钱当成工具 因果挣的时候 somehow跟小我想的刚好相反 你的区乏感反而消失了 你反而你没什么区乏感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真正 你的心富裕出来 你心富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真正投资的是灵性的东西 你的心富裕起来 那么你心富裕起来以后 你的创造力就打开了 大家注意听啊 你的创造力打开了 什么叫你的创造力打开 我今天给大家把这个秘密说透 让大家彻底的消除对金钱的恐惧 什么叫你的创造力打开 意味着什么 创造力打开就是你的庙出来了 你生活中会处处充满了一种 叫做庙的滋味 因为你跟你的世界 更充满了一种交流跟互动 你的庙出来了 这个庙一旦出来啊 你就会发现 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了 整个宇宙在来配合你 你不会匮乏 大家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真实的例子 大家听着可能不信 我一点不夸杀 首先 我用我个人的例子来举 这个我也没有太多思练 反正这个地方该暴露就暴露一点 我去那个城市上班的时候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工作十年退休 因为我早就是 我十年前就知道 这个钱够花就行 退休后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 当时的目标就是十年 但后来呢 因为这个人啊 收入一好了 花费就会有点高 所以到十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 有点牵强 就是那个 其实还没有达到退休的要求 有点牵强 但是当时呢 就有一种心态 就是觉得呢 就说哎呀 看来要退也可以 但从此就要过这个节衣缩食的日子 就不能像以前上班的时候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去哪玩去哪玩 大家知道吗 就会有个这种心态 但后来这个心态很快就被我破了 我就知道这个是小五 我就知道了什么 根本这个心态 这种心境本来就是一种局限思维 那么我以前为什么花钱多 因为我以前在的那个城市 是全加拿大消费最高的城市 因为是全加拿大打工最贵的城市 它一切消费的高 就买个汉堡包 都是其他城市的两倍 它什么都贵 因为那个城市的最低工资 就那个城市打工的收入是 二十加币一小时 而在其他城市当时才八块钱九块钱 所以什么都贵 就跟你住在迪拜一样 就像你住在那个最贵的城市一样 迪拜一样 它就是那么贵 所以那个城市房子也贵 所以后来呢 我通过在我辞职的那一刻 其实呢 在这个之前 就是着大火之前 大火是五月份着的 三月份我从台湾刚刚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跟琪琪就三两个事情 我说要不我们卖房子走了吧 如果当时卖房子 那个房子还值好几十万 后来最后一直拖嘛 就是被各种被各种的犹豫 各种东西一直拖 直到大火把我逼出来 结果大火完以后 过了一年的功夫 大火那个一烧啊 出现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那个城市被烧了百分之二十 被烧的房子银行 它不赔你房子的钱 因为那个房子太贵了 随便一个房子一百多万 银行保险公司干嘛呢 帮你盖新房子 而这个时候正值石油下滑 就是石油现在它下滑得太厉害 它以前最贵的时候 一百多块一桶 所以那个城市经济不景气 大火之后 各个石油公司都裁员 就出现了人口暴减 而新房暴增 就是马上面临的 会有几千栋新房子被建起来 房价就一落千丈 我的房子就从最高时候 五十多万加币 落到了现在只值二十万出头 也就是说一瞬间 我的财务情况 我被套了将近二三十万加币 还有银行的贷款 一下子就是 小伙就会说 哎呀你看你啊 辞职的真不是时候 怎么你早卖房子辞多好 你看你现在辞了房子还被套了 对吧 就好像就变成一个宽数课题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当然了我叔跟大家这么说 我心里面从来没这么想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面当你会见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你知道这世界一切都是演给你的看 没有任何东西是定性的 所有的东西你只要不单身 他就走了 他怎么走呢 你不用去想他 不用去管他 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首先你要 我们要松动的 对金钱方面我们要松动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说的 这是你的庙可以取代这个钱 大家知道为什么金钱会变为一种共性 全世界都喜欢他 因为钱里面有一种妙 妙就是说 它很灵活 它能转化成各种东西 大家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钱的作用 而你还有一个妙 是你真正的财富 它比钱还妙 就是你的创造力 就是你的创造力 就是你做梦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上主赋已的 这个能力是世界的人 都是靠他造出来的 你怎么会现在反而被你造的世界 把你困住呢 因为你不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我们被这个世界因果颠倒压制的时间太长 没人相信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你有 你是你的世界的神 你就是这个神 但我把神跟上主分开 神也叫造物主 上主没造物 但上主给了你这个庙 那么反正的事情呢 我彻底不管了 因为这个事情几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美国有个道友 他要是交不出学费 一年的学费和财 他就要被美国驱逐出境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 有一部分也帮他 有一部分也是人情抹不开 还有部分呢 我想彰显自己是一个大方 是一个金钱可抛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把我全部积蓄 两万美金寄给了他 没有打借条 结果那哥们后来到期他没还 每年就是春节发封信 说我记得我还欠你的钱 祝你春节好 祝你来年好 就是不还钱 我知道他可能也还不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还上没还上 我也没去美国找他 也没见过他 后来这个事情呢 后来我明白一个事情 这个世界啊 这个是给大家说的另一点 就是这个世界啊 有个真相 什么真相呢 这个是当然了 你可以不信我的 我没有要求大家信 只是为了破金钱的换 我告诉大家一个幻想中的规律 就是你今生的财富是一定的 可能没人想过这个东西 我以前玩八字的时候 我就算过了 它各种的组合 比如正印代表你会得受妇虏之财 偏财你做生意会赚钱 它很多东西它是一定的 这个东西在佛法上叫福报 但它不一定是以这个数字的方线表现出来 不一定是以数字的方线 比如说有的人 比如说如果你光位显赫 你也许不需要钱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你如果你在某个特殊的位置上 你也许不需要钱 就打个比方 小飞从回国 我也许真的不需要自己钱 也许我就说我想吃饭 也许就会有想跟我聊天的道友请我吃饭 我可能在中国每个道友家吃一顿饭 两个月下来 我的食神满满的 就是八字上的食神满满的 吃的好多好吃的 最后没花钱 这很有可能的 对吧 当然这个是一个吃饭的例子 同样的例子很多 就是它这种二元中的这种物质享受啊 这种物质享受啊 大家明白啊 大家听得懂吗 这种物质享受不一定以金钱的方式出现 它很多时候 它会以一种你的关系的方式出现 会以一种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我们不要把金钱享死了 那同样的道理呢 有个人可能一夜之间挣了一百万 但他就是没有花这个钱 他可能挣完一百万以后呢 突然家里面一个人得癌症了 必须他相信的化疗 几次化疗下来 钱都没了 对吧 还有的人呢 可能这个各种贪污 这个赚了很多 就像以前我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有个人摊了几十套房子 最后没有一套他住过 他胆子最大的一天 就是偷偷地晚上开门打开一套房子 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就是他唯一住过的一夜 最后还来不及转成现金 就被抓了 就没有了 就是说这一切都不一定 大家不要把钱当死掉 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一生中 你的二元中的这个福报 是固定的时候 是一种定制的时候 那么你瞎折腾些什么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大家 我不是说越穷越关容 大家听懂我的思路吗 我是告诉大家 不要被小我骗了 小我告诉你 这个是决定你的一切 它不是的 即使在二元内 都不是的没回事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钱 如果你这一辈子 你是花你所需要的 我说句实话 你即使这辈子没修成这些钱 你没花掉这些钱 下辈子还是你的 你信不信 因为你没透支你的福报 它还是你的这些钱 这个道理啊 告别说博士 大家都知道了吧 老葛问白沙 二元中的这种欠债还钱 这个东西有没有 白沙说二元中这个规律是有的 所以老葛去西班牙做工作坊 挣着那个钱 在机场上被人偷了 那个钱就是他有一事欠人的 还了 这根本就是 这个东西在二元内 它是有 二元内所有发生的一切 有一个人知道 有句话说 人在做 天在看 大家知道这个天是谁吗 这个天是谁 这个天就是圣子 因为我们都是圣子 知道了吧 所以圣子他潜意识 他心灵他知道 谁欠谁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二元内 就是我们都是在 其实都是在一个监狱里面 在因果颠倒的这个大监狱里面 大家在争吵 在监狱里面 多吃一顿饭 少吃一顿饭 你多一个面包 少一个面包 在争这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